新任市長蔣萬安宣誓9任 從新任市長柯文哲和尖交人沈榮經手中結下硬性 正式接棒職務上工 就直擊交接典禮 包括前市長黃大舟、馬英九都出席 柯文哲也與蔣萬安分享重要決策標準 面對膽雜的市政 我們常常遇到很多困難 我和蔣市長要分享一個重要決策標準 我們常常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每次遇到困難問題開始辯論的時候 我都問我同然一個問題 如果50年後再回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決策 每次我當這樣回答的時候 奇怪 那個政策就相當清楚 有沒有要選哪一個 市長是有任期的 反而市政是延續的 市政發展是一棒劍一棒的工作 我們初五講市長及新任市務團隊 繼續以政治成績當作行政的原則 最重要的是 不要為了短績力犧牲長接力 不要為了少爭力犧牲多爭力 更不要為了政黨力犧牲國家的人 那就從現在的市政技術出國來看 繼續累積整個台北市的能量 解決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的實際問題 讓我們居住在台北的朋友 你台北也沒什麼 讓我們從自然的政治 在世界發光發亮 展現台北的驕傲 今天歡迎非常榮幸 也非常感謝 台北市民相信我 將台北市未來四年托付給我 讓我在台北 在整個輝煌的發展進程當中 能夠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我非常清楚 面對國際城市的競爭 面對全球順行萬面的脈動 一座城市的發展不進則退 所以我們需要長長的體力 絕不自滿 更要追求好還要更好 才不會在全球的競爭中被淘汰 也才能掌握國際變化的風源 很榮幸我所提出的政見 一個台北四項發展五大中心 獲得台北市民的認同 所以帶著這份托付 我會以金融商貿 新創產業 匯聚人才 文化資產 各個方面來著手 把台北的資源與潛力 連結起來 彰顯台北的特色 體現越在地越國際的理念 同時奠定台北成為 世界企城市的基礎 市政萬端 一定要有優先順序 心中的關係 我會全力推動 四善機會之窗 第一 帶領台北 議後重啟 成為繁榮之度 第二 帶領台北留住人才 成為揮灑創意的人才之度 第三 帶領台北積極更新 改革幻念 推行綠色建設 成為現代化的城市 第四 帶領台北推廣的地方特色 結合城市行銷 觀光旅遊 成為綻放文化體育的 魅力之度 這四個方向 這四個方向將會是帶領台北 向上升起 重新出發的契機 也是政府團隊 未來施政 當選的話 大巨蛋他們就會給他過 對不對 現在是你當選的 你覺得他們中央怎麼處理大巨蛋 他也在想這個問題 我說這個 所以我剛才特別講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上次之後 我會即刻展開到 台北市政府各單位 去實際走訪 了解他們的需求和心聲 以及聽取他們的意見 我想讓市政能夠推動得更為順暢 接下來市民朋友非常關心的 包括大巨蛋 內湖交通 都市更新 也會加速推動 讓市民有感 大巨蛋 絕對是市民非常關心的議題 我想我也具體承諾 會盡全力 在一年內讓他請用完工 另外 內湖的交通 多年來 也是內湖民眾 他們非常關心 期待解決的課題 所以 包括都市更新 我想也是我對市民朋友的承諾 這些都是接下來 捲起袖子 即刻上工 需要來協助市民 做最好的施政 林华委員 其實他不管在哪個崗位 在立法院的表現 大家都有目共睹 有守有為 其實我想 不管議華或是未來 我們的市府團隊 一定會用政績 來回應外界的檢驗 我也相信 我們黨內一定會團結 全力為台北市政來打拼 交接典禮結束後 蔣萬安也率新任團隊 前往台北市議會拜會 接著批閱就職 及任命政務首帳等公文 與團隊在市府門口合影 一二三 台北隊 加油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很高 非常高 感谢观看